我覺得蔡世平當然這個他已經選編了 非常清楚 對這個議題他已經有他的既定的看法了 不過我覺得倫登大學這一份聲明 只能說是一個證明 它不是一個證據 因為在最重要的證據部分 他自己也沒有提出來 你今天你做這樣聲明 你這樣做這樣子的一個證明 我覺得到法院的話 法官只會問一句話 說為什麼仍然不清楚 Remain unclear 這是不合理的 對你講了這些最重要的證明 就是要你把他博士論文拿出來看一看 對你現在你就是還不曉得 那你能允許他沒有把博士論文存放到 繳交到倫敦大學博物館 就給予他博士論文嗎 這裡面所以我說他是一個證明 不是一個證據 可是到了法院以後 就是因為他的證明讓人家質疑 所以法院一定會要他的證據 那他不能用這句話 It remains unclear 這句話就是這整個證明裡面 最大最大的一個漏洞 我覺得這個整個講了 你可以證明 你以你的身分來證明 可是你又說最重要的證據 我不確定 那這個就沒有證據 證明跟證據是再是兩回事 那現在大家質疑的就是你倫敦大學的所謂的你的公信力 那你要證明你的公信力不是來說我講的是對的 那你要拿出你的證據 那你的證據就是那一份 你應該任何情況應該都保有的那個論文 你怎麼會你倫敦大學怎麼會沒有這個呢 另外一個就變成就是說 這個兩個主考官生三個主考官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部分 如果說是到英國的法院的話 法官也一定會要問很清楚 然後他會問你為什麼公佈那個 如果說這個東西沒有什麼保密的 是你的那個三個所謂的那個主考官到底是誰 那如果說還可以的話 還可以大家都還健在的話 那法院一定要傳這些人 一定要傳這些人來談 所以我覺得這些這封信 我覺得他也可以不去談那個 It remains unclear這一段話 可是他把它加進去了 這次就非常懸疑 沒錯 他為什麼要加進去 他大概可以把這句話省略掉 省略掉更有利 因為他基本上是有人叫他做證明 可是在一定可以查出來 這份證明是誰發的 那問題就發證明的時候 他一定 我們也發過證明 我們就是說要算我們發一個證明 我們就這樣發 可是問題我們一定會把一些問題 我們會把它寫進去 我有聲明 對 我有聲明 也就是說我是在這個情況下 我做這個 所以我是覺得 他只要保持一個一個一個 把他這個對寫這個聲明來講 他是一個自保之局 自保之局 那真的是這個最大的 這個最大的問題就是說 他拿不出證據 他明確告訴他 我沒有證據 那你的人證你有保密 你人證的話你就把人講出來 你現在是 而且人數上也有差別 所以我覺得這個 今天為什麼大家會這樣子懷疑 最大的第一個 拿不出論文 連他的這個授與學位的學校 也沒有論文 這個是一大疑點 這是所有這個問題的關鍵 對 第二個就是說 這些很多網友提出來就是說 既然這樣子 你為什麼要保密 我們就不清楚 你這兩個都是不合常理的 對 那這兩個不合常理的原因 他都規避了 他都規避 其實你叫倫敦大學講 倫敦大學以前也說過 只是他被這個外界的質疑 不斷不斷他必須要來回應 那他回應的時候 你看這一份文件的時候 我就說只能說證明他沒有證據 證據一定要把那個論文 你不能用一個 remain unclear 就是說仍然不清楚 仍然不清楚是什麼意思 我就希望你把這個 就變成不清楚 你告訴我為什麼沒有 你的圖書館為什麼沒有論文 其實這算是倫敦大學 留下一個伏筆 因為我還不清楚 所以萬一將來這部分清楚了 倫敦大學發現自己錯了 這就是一個出口或伏筆 對不對 因為當初這個東西 也許我們被蒙蔽了 對不對 或是怎樣 那還是說 那我就不知道 其他拿博士的人 心裡會怎麼想 那為什麼我們都要 蔡英文可以不要 是不是